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6月15日星期二的早晨时间 今集有我许乐山 还有我们的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欢迎大家好 纽西兰的波罗仔聊聊天 耳得台阳 大家好 马来西亚的大马尔 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好了 请大家赞我们的视频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保护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最近全城热熊熊 这一宗沙田大冲桥小巴和奥迪 当然是奥迪撞到小巴那里 不幸的事件掀起全城热化 很多人现在很奇怪地不是说香港人的驾驶态度 或者这些假日司机的驾驶态度 或者他们会不会是假日的公路计时 反而没有人说这些的 为什么说来说来说来说是说灯 或者说不同的交通的路标 还是怎么样 我真的想到今时今日都是不明白 还是这一件事容易拿到你的政治能量 还是怎么样呢 我确实觉得怎么都是的 回到这件事的本位会好一点点 你想政治抽水也好 我去到现场看到 还有几个兄弟来都要看 又说看到现场交通怎样怎样 突然转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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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车的 你开车要看灯什么时候转的 你是要等灯什么时候转 或者你看看会不会 除非突然间没有了个黄灯 或者突然间绿灯就变了 原来是个橙灯或者紫色 你说突然而已 是吧 那是很正常的 这些正常出现的东西 就是 不是叫做突然的了 是吧 你突然间出现在这里来到 说这件事 那就真的是突然了 还有突然间 你又摇身一变 变了一个马路专家 那些公路工程师 还写了一些建议 还到处去派给街坊 我看到这里我都觉得大开眼界 哇 厉害了 要说一声 阴镜阴阴阴阴阴阴 是啊 点指阴镜 因为社长看到一定很惊讶 不是吧 只是可能要整支灯或者怎么样 那个 要了解可能那个实地也好 或者其他不同的露面的状况 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才会有这个决定的 不是你写一些建议出来呢 你懂得说建议而已 但是你讲到一定要做一些 你地图炮的写了这么多建议出来 你怎么办呢? 博其中一种种? 你说真的做完了吗? 是 做完了 还有有一件事就是 大家知不知道香港有一个人 自称是种得最多3T的人 那个叫做陈伯祥 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呢 他种3T都要输钱 所以现在看到这帮奇喽喽 就是 哎呀 要好心他们啦 不懂事就学一下东西啦 就是 不懂事就学一下东西啦 就是不要在那里骗那些市民啦 基本上他们是欺骗的 全心欺骗的 其实他们的操作是很可乎的事 制造一帮市民呢 会有那个躁动 就是挑起一帮市民躁动的神经呢 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之可乎的 那我们除了想讲这些什么灯啊 或者言论之外啦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啊 或者看到一件事呢 记得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出示的那辆白色的奥迪奥迪啦 那一砰一声就撞了呢 咦 好像那个冲击力 和那个损毁程度呢 比我预期中小啊 那有些人说 是啊 买奥迪的车呢 真的呀 相当安全的 看一砰一声这样撞发 那个那个阵啊 那些位啊其他成的 都不算是很大的影响啊 是不是买得过呢 但是根据社长的经验就是说 啊 买这个奥迪呢 其实都不是那么好的而已啊 其实他这样撞呢 就一定就total loss啦 就是这个是必然的 必然的 那他辆车其实是 好坦白说 我看到他辆车其实是有些旧的 嗯 我不是百分之百看得清楚 但是我看他的尾灯呢 其实就像奥迪A4的B7 B7呢就在04年到08年出的 所以这辆车其实是很旧的 看上去好像很漂亮 但是其实这辆车是老车来的了 嗯 这些车呢 是不值钱的 因为呢 那样子就耐轻咯 那样子是耐轻的 但是 那辆车是不值钱的 因为看个尾灯就像是B7了 就是我 看到的相片就 那么 有些人当然会说 是不是也会是一辆奥迪 你台7功诶社长 你说什么呀 那我也多持人 我也曾经经拥有一部 就是 不过 我就好坦白说 不值 utilization 这些车呢 因为捷μη是很快的 捷μη是比你加速的 这些车是快的 其实稍後个零止100 可以很快 但是� its舊更快 你买回来就立即捷gun了 我的车没移动已经折旧了 折旧速度很厉害 而且很坏的 我不知道香港是怎样的 但是我们这里 买一辆新的奥迪 然后三年拿回车行 它最多给你四成 还有车货好才给你四成 车货不好只剩三成 所以很金的 其实是 是你预予了蚀的 那一定会蚀的 开车会蚀的 买车折旧通常都会有的 除了 大哥很难顶 是很难顶 但是你如果是聪明的话 有些车是会升值的 近这几年就有了 我自己都很后悔没有跟朋友去做这一样的事情 就是买一辆LX 零置的450D 或者是买一辆那些大坝 就是Land Cruiser 不是Maprado 是Land Cruiser 因为现在是升了水 你18年买的话 开了三年之后 它是升值在我们这里 升了两万元 开完之后还升了两万元 选择啊 是啊 有钱赚啊 原因呢 原因 因为不再出 因为不再出V8 就是它现在会再有Land Cruiser 会有新版 现在出了Land Cruiser LC300 那它就转了用一个V6的引擎 那那些V8引擎那些全部升了水 但是奥迪 坦白说 步步都是折旧很厉害的 就是德国车折旧是比日本车更厉害的 始终买的人 买的人都会考虑他 我买回来 二手车 我到时维修啊 买零件啊 配件又贵 这些东西 双B呢 如果台湾来说就叫好一点 就是Benz 和这个宝马 因为多人持这两个牌子 就变成了副厂的零件都叫做多 那所以你维修起来呢 都叫做没那么金 但是如果你奥迪呢 真是的 又不上不下啊 那搞到那些的叫做维修起上来 你找街外一些就好 那些配件呢 就是颇贵 所以为什么奥迪呢 都不是那么好呢 台湾都是有这个原因 内地就OK的 就是内地都算是受欢迎的 都是多人懂得做的 而且 但是很多地方 其实奥迪是不懂得做的 那些人好像澳洲那样 如果奥迪呢 你超过10年车的话 其实没有人敢碰你的车的 除了DNA 就是除了原厂肯帮你做之外 其实是没有人肯碰你的车 碰都不敢碰 我试过去找一间 就是我之前那一间 其实是开了很多年 去找一间车巷帮忙做 打电话去 他问你车多少年的 我说 因为那时候其实车是十一二年左右 十一二年 我们不做十年以上的奥迪 你拿回去DNA那里做 DNA一做一锅就 三千多银 但是我的车 坦白说 我的车值两千银 你做一锅要两千银 我去汤也是两千银 是吧 不如去汤 去汤 是啊 汤房价就是两千银 是这样的 那你究竟是去汤还是去做呢 还有那些东西 怎么说 你来拢那里 比如那些东西 比如自动 暗的那些镜 那些镜 其实一旧了 自动暗的镜 就会漏汁 很奇怪 你说怎么会漏汁 是会的 它漏汁的话 你做不到 你又要换个镜 换个镜 换个镜 又几百元 就是这些二手车 其实根本就不值得拥有 就是你或者用旧了之后呢 你拿着它根本是蝕水的 如果台湾就比较流行呢 駕奥迪Q系列 可能Q5啊 就是那类SUV那些 高身一点 其实是好车来的 因为我以前我住在我旁边屋 那个阿姐都是駕Q5的 那其实是 就是看过那部车是很漂亮的 是好车来的 不过就是我自己就整一下整一下 我就觉得 如果要计算一条数 三年没有整七成 就算你自己之后支持去买 起码都没有了六成的 那我就觉得很不划算 这条数 除非你不打算买出去 就是拿到底那只 你就拿到要淋去湯 那你就买得过 如果不是呢 就是你想着我四年五年都要换款呢 都可能真的要日本牌子呢 就比较是保值一些 日本车其实是保值一些的 现在是 其实丰田很奇怪 就是它有些车款是升值的 就是说都说不通的 有时候是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 不单止是我们这 A286 可能太夸张了 但是你要找到一架走得挺难的 就是说真的 A286 但是这个是世界性的 就是它那只 陆巡 Land Cruiser 和凌智那只 LX450D 都是升水升得很厉害 在美国都是 美国连LX570都是升水的 就是汽油版都是升水 不是柴油版 汽油版它们都升水 但是你说0至LX570 我记得好像将来有新一款了 它会 因为其实会出新的 但是新款是V6 不是V8 所以那些人呢 就宁愿买V8的 因为V8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自然吸气的 如果是汽油版 就很耐用的 可以开20年都可以的 因为现在你在美国啊 在这里 你会找到很多 舊的LX400 银了30年 还能行的 还有人买的 二手价也有 就是不是说 便宜到你劏房价 不是的 就是30年车可以卖到 转换到 5万多人港元 但是你想一下是30年车 保養很好啊 它就是不用怎样保養都 可以走得到 这个就是日本人神奇的地方 尤其是1990年代 当然日本人2000年以后那些车就没那么耐用 但是90年代搞出来的那些东西其实很耐用 当然你说它撞击那些测试当然过不了 我也看到,现在我都看着LX570 如果是2017年版的那只,都很硬正 台币来说要4265万,那个耐力很不错 是啊,是好东西来的,好东西来的 落箱都OK,换一换个屏幕基本上都很英俊 是啊,那六巡都是一样的,其实两部车是很多东西一样的 那它一升水就两部一起升 现在六巡买得比LX450D或者570 六巡版是更贵一点,就是丰田版是升水的幅度是比0字 很奇怪这件事,不过它真的是这样 不过如果看回它的规格,如果2017年来算 它算是不错的,就是它那个 就是社长就不是那么喜欢的 就是有些屏幕的那些位置 它那里已经去到12.3寸 就是2017年的时候出到12.3寸 是很大的事来的 是啊,它是很厉害的其实 不过,就是这么说 当然有些人就觉得 六巡版会比较抵玩一点 但是六巡版现在是 是升到很夸张 我们这里是差不多 正常的价钱应该是12万左右的 12万你换算都是 就是70万左右 70万港元 但是 现在买二手的都不止这个数字 二手是去到80多万 是很夸张的 所以 有时候这些东西你真的猜不到 就是什么车会 就是变成炒上去 是猜不到丰田会变成 一部可以炒的车 还有开完的价钱是比买的价钱贵的 这个很难上像的 这个真的是经典来的其实是 不过说回来 这个涉事这位女司机 她的价钱真的不用 不用再卖出去 她可能 分分钟 保险收回可能更多 她买出去 是的 有时候没办法 有时候那些人买的车回来 都很讲求那个品牌那个价值的 就是駕駛出来 哇你駕駛个Audi 出去约个女孩 一来到的时候 你駕駛个丰田 会不会有些女士会这样看呢 很介意你 駕駛出来车她的时候 那个品牌是什么呢 有的 都多的 其实有一些不是女性 有些男人都是这样 哇你駕駛什么车 哇你駕駛个这样 那么7的 就是会有这样的态度 其实 譬如在马来西亚 你駕Proton的 真的 真是 低人一等 即使会觉得你 真的会的 会的 就是用国产车就是低人一等 是啊 阶级观念挺惨的 阶级 其实我都感觉到是的 不过我自己就 我是不理这些东西的 所以现在我用的车是很便宜的 最重要是值得玩 应该说最重要不要坏 是啊 就是它便宜得来又 不会说 早上摊不着啊 又要经常拿去整啊那些 那么其实有些日本车 到现在都是很便宜的 就是没有买得起这个价钱的 因为日本其实有些车厂呢 过去20年好像发了梦一样的 那些东西呢 没什么怎样更新的 是不是大发啦 发梦的那个 大发是OK的 因为大发被丰田收了 我说发梦的那些呢 其实就是三岭 三岭是发了梦的 三岭啊 你看到有些lenser那些 你都觉得是怪怪的 是啊 日产也算是积极一点点的了 但是日产又有一样东西很差的 就是他们那个CVT 其实我讲过很多次 就是节目有其他讲车的那些环节都讲过 就是日产的那个CVT是很不够的 很快坏的 就是如果你打算买辆车回来呢 开完就丢掉那些 比如说 7、8年丢掉了他的 就是不要去弄掉了他的 那你可以买日产的 但是如果你打算 车可能要用到 10年啦 或者10几年啦 甚至20几年 日产就不行了 是没可能走到20年的 你买个丰田是一定可以走到20年 如果你小心用的 就是不是好像那天阿姐那样 有冲红灯又行的 那你买个丰田或者凌智 你开20年都可以的 其实是 是没问题的 是 在这呢 现在凌智的款都真是很英俊 很有跑格的味道 有一些 或者你真是很仿车 也很有仿车味 还有你见凌智的内拢呢 现在真的都改善了不少 哇真的呢 非常坐下来 非常有质感 其实有时你看 慢事得的那些不是不好的 他后面坐得不舒服 是啊 他们那些座位比较窄一些 还有 背脊的斜度呢 很窄啊 是有些不正常的感觉 因为他可能会 他想做大一点的空间感 嗯 那其实就 老实实 不太行 是啊 是啊 尤其是慢事得 其实慢事得 慢事得那个三系列 其实是不错的 但是后面那里真的很怪的 坐着坐着都不舒服 那个窗呢 又弄得 它有零射小 那如果人家要看外面 也要 要烏低纯一点的人 才能看得到 有时都 司机位是很正的 整个配套 但是其他人坐得不舒服呢 都是窄洗的 如果你駕得长途的话 这个挺重要的 所以试车 其实最好 如果你是一家人坐的车 最好就是一家人去试 嗯 那就好一点 而且习惯哪些位的人 就坐回那个位去试 那就会好很多 那买错的 机率就少一点 那 那Audi有个好处的呢 就是它坐哪个位呢 就是A4的话 大概都是OK舒服的 所以都会有人买的 这些车 不是没有人买的 还有那个品牌效应是有在的 就是好像你这么说 有些人就不是很看折旧的嘛 他觉得用车 反正都是钱扔出来而已 我有钱就用了它 那样 但是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 就是要想一下 什么都要想过 量过的嘛 是 你想远一点点 就是可能你想一下 会不会我三、四年 或者四、五年都要换款呢 所以你看到那些车呢 很多时候都是的 可能每年呢 有一些这么多的改动 三年呢 就是一个小改款 五年就是一个大改款 它就是预计你的车 第五年你都知道了 哎呀 开始有点滴滴的 那你那个时候换的 我又出了大改款的 那你就会买的 所以那些日本车很多 都算得挺准的 不过日本车的 可能是福特 那些都是流行这样的 五年一个大改款 那好了 我们今次呢 说车呢 暂时讲到这里先了 希望大家真的留意自己的驾驶态度 你不要 好像这个阿姐那样 明明是红灯的 你已经停了在这里 你转灯你踩了出去 你没得说的了 这个呢 一定一定一定是驾驶态度的问题 没得看错灯的 这个没可能的事来的 再者呢 那个背仔灯呢 是在很左的 左手边 其实是比左手边 对 比左手边那条线的扎人看 其实不是给你看 你看到你自己要跌下来的那颗 就是你那个开车的那个意识来说呢 你应该要见到有一颗绿色才去射的 不是见到绿色的那个箭嘴向左你都射 如果你看到你都射 那你交出牌 那是箭嘴来的 不适合 这张票呢 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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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笑死鬼了 这些人其实没有开车的 会突然变成红灯的 会转了黄灯才转红灯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每一天都要读一下大家的精彩留言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我等你欣赏了